他主張說要解電 而且呢他聯合13個縣市政府 一起來省下一座核電廠 我們來看看他這個支票 現在顯然又是票票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今年4月到10月 我們看到全國的這一些縣市們 特別是我們去檢視 綠營執政的13個縣市 他們實際上的解電成果 結果呢讓人家很訝異的是 我們看到這個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雲林 嘉義 彰化的 他們在這個解電的措施上面 不但沒有解到電 而且耗電又增加 其中耗電增加第一名的前六大城市 通通都是綠色執政的縣市 特別第一名我們看到的是台南市 這個耗電最兇 他不但沒有解電 而且耗電非常兇 第二名呢是高雄市 第三呢是屏東縣 而平均下來呢我們發現 他這個用電成長的幅度 還成長了百分之二點一 那反而我們可以看到 在全國節電第一的是我們的新北市 也就是之前我們朱立倫主席 這個執政的新北市 他是全國節電第一 那所以從這張譜表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幾個縣市首長完全打臉 10年不漲電費 但是呢他也主張這個他要配合 他要用天然氣跟綠能來取代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題 如果你今天的發電成本 你捨棄掉比較低廉的成本 你要用比較高的這個發電成本的話 電價是勢必要漲的 所以這個部分再次反應了 蔡英文主席在能源政策上面 他的空洞沒有基礎 而且是在欺騙台灣民眾 蔡英文所指出來的10年不漲電價 是天然的 你們黨說的這不是都跳票 再來說 他說未來10年要發電 要發展風力太陽能電 所以未來10年要達500億度電 的綠能發電 這次你要做呢 有時候說 你不要說太陽 你用德國來說 他差不多15年 現在他的綠能發電都剩22% 現在德國的電 民生用多少錢 一度電11.5度電 現在台灣的電 一度多少錢 差不多2.8元 如果到蔡英文說的 這樣綠能發電到20%的時候 台灣的一度電要多少 蔡英文他承諾不漲價 這樣不可能 不可能 他說未來民眾執政 他要做他的綠色的智慧電網 當然你做智慧電網 未來太陽能成本發電的降價 不過你這樣這樣有限 你就從德國來算 他現在一度電 11.5元 你再怎麼做 後面一度電 算10元就好了 我 以我來說 我一個家庭 差不多夏季用電 我用電量 差不多一張電費 2.5元 差不多2千多元 如果比照德國模式的話 就是這樣綠能發電到20% 後面一張電價 差不多1萬元 負擔會去嗎 所以蔡英文他說不漲價 不漲價在哪裡 他的承諾在哪裡 具體做法在哪裡 通通沒有方案 當然太陽能 還有我們的光碧發電 當然這些成本比較高 可是你要發展 你的綠能發電的時候 你不可能說 你一方面發展綠能 又不漲電價 所以這基本上都是騙票